蜜蜂捕虫網 嗨大家好我是奶茶 今天要來抽這個泡泡少女的風格抽獎喔 那我們首先看到的是這個肥皂泡捕虫網 先看一下它的數值 帝王昆蟲的機率是45%的增加 昆蟲大小增加的機率有35% 那這個肥皂泡捕虫網跟蜜蜂捕虫網是一樣的 都是大型昆蜜網 接下來有這個泡泡少女臉 那我主要呢就是想要這個表情啊 我覺得這個表情超可愛的 而且眼睛大大的 這次還有這個掃描探測器 這個是可以玩的嗎 欸好像不行欸 那這樣的話它只能打扮角色而已 代表它跟眼鏡是一樣的 那這一次的風格抽獎呢 一樣有這個少女的髮型 還有它的衣服 跟它的鞋子喔 接下來呢就是家具類的部分 有這個泡泡沙發 還有這個全身鏡 然後呢是落地燈 跟這個餐車 然後桌子 最後就是仙人掌 這次的風格抽獎呢 我比較喜歡的就是這個泡泡少女臉 那這裡呢我就先單抽 看一下單抽會不會出奇蹟喔 首先是第一抽 哇我第一個拿到泡泡少女的髮型欸 那接下來換第二抽 哇這次拿到的是鞋子 接下來第三抽 看會不會拿到臉喔 欸 結果是餐車 再來第四抽 哇髮型我有了 那接下來換第五抽囉 那接下來換第五抽囉 拿到了泡泡仙人掌 接下來換第六抽單抽 看會不會拿到少女臉 欸是人物 是不是有機會 啊怎麼又是鞋子 放輕鬆繼續玩玩而已吧 好吧單抽沒有 那我們來試一下十抽囉 那先來看第一個呢 會抽到什麼 哇這是桌子吧 我沒有想要桌子欸 我沒有想要桌子欸 哇又一個仙人掌 什麼 怎麼會是沙發啦 喔我的天啊 第三張了耶 我我要去捐捐你 怎麼會給我三張沙發啦 接下來看下一個囉 這次拿到了肥皂泡探測器 哇又是一個髮型 怎麼又是髮型啦 看一下最後一個吧 是眼睛嗎 又是鞋子 我發現啊這幾次的十抽呢 都是六種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會有三種是重複的 感覺呢十抽不是很理想 剛剛好像忘記看一下機率了 我們看一下好了 補充王呢是1% 然後套裝是1.5% 掃描探測器是2% 然後少女臉是3% 欸那我寧可不要探測器 我要那個臉 那他這邊的髮型呢是11% 然後靴子是16% 難怪這麼好抽 好吧那我再來試一下好了 看單抽能不能抽到這個臉喔 哇是人物會不會是臉 怎麼又是靴子啦 那我再試一次 喔我的天啊我竟然拿到鏡子 好那就試最後一次好了 到底能不能給我臉呢 啊沒有 好啦那我這邊佈置一下這一次的家具 然後展示給你們看囉 那我們先看到的是這個泡泡沙發 那我們人物坐在上面啊 就是長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沙發的特寫 上面呢有一顆球 那這個沙發呢 感覺很像氣球做的沙發 接下來看到的是這個全身鏡 全身鏡的底下呢也是有球做一個裝飾 那一樣特寫給大家看一下喔 然後他的鏡子呢就是有弧度 應該就是單純造型而已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餐車 餐車呢感覺蠻特別的 餐車的上面呢有這個酒瓶還有酒杯 那我們從後面的方向看 底下這裡好像感覺有冰淇淋是嗎 應該是吧他做這樣一球一球的 那接下來要看的就是這個桌子 還有仙人掌 那他這個桌子的桌角是用球做一個造型喔 那上面的仙人掌呢沒有什麼任何的功用 然後他也不會說跳出來啊還什麼的特效 這次的家具呢真的是有點小可惜耶 本次的家具呢就是這樣就是這麼的無聊 那大家應該很好奇說關燈會不會發光對嗎 答案是不會沒有任何一個家具是會發光的 唯一有發光的呢就是這個探測器 我臉上這一個 這個探測器呢其實就是做一個像耳機的造型 也是沒有其他特殊的功能啦 那他單純呢就是像佩戴眼鏡一樣 那這一次呢我是沒有抽到衣服 但是有頭髮跟鞋子 那我這裡呢就是隨便配一個衣服啦 就是上一次的這個龍少女的臉花妝 這樣子搭配啊其實也還不錯喔 那我這一次呢主要還是想要抽表情 只是非常可惜都沒有抽到 那我們這一次有抽到鞋子嘛 看一下長腿體型會變成什麼樣子好了 果然沒錯他的鞋子呢就是靴子的部分 也會變長喔 好啦這一次的泡泡少女抽獎呢 分享就到這邊囉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